我们上节课算是一个总结 一个初学佛 那你应该要具备的一些条件 基本上就是心态的问题 心态是我们追求佛陀的真理 不要在文化上 文化就一直包括到佛学 佛教哲学的领域 都属于佛教文化的范围 什么叫佛教文化呢 简单举一个例子 爱因斯坦很有成就 这则公案是美国的报纸报的 有一天很多人就要看看爱因斯坦是怎么生活的 就去围绕在他的家里四周 看到他一脚穿袜子一脚没穿袜子 这种天才的科学家是这样 看他走出去就跟着他走出去 跟到银行去 他要去领钱 一领钱 银行行员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哦 想不起来 哦 原来爱因斯坦记不得他的名字 来 回去就很多人啦 袜子穿一只脚 人家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哦 我记不起来 所以那时候很多美国人都叫做 我记不起来 这个叫做学佛教文化 你要是学着表象上的 一直到语言文字都一样 佛教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是在禅宗里面表现的 那个 那个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 不是语言文字 跟你讲那个 你说又问哪个 那是欠证的啦 所以装弄那么大就是这样子 那欠锤啊 要去感受那真实意 佛经千经万论 所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浓缩下来 主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题目 主师希来意 佛陀到底要教我什么 你有没有搞清楚 不要摆架子 不要以为了不起 到底佛陀要教你什么 你有没有弄到 这个才重要啊 其他不重要啊 佛陀教你的 你真的得到了吗 我常跟各位讲说 佛陀要我们成佛 绝不是要把你捏成 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 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你 给你的是 那个模式 成佛的模式 不是知识 搞清楚啊 那你道场也好 师父也好 就要透过那个法门 帮你架构 成佛的方程式 那你要自己来 不要在那边摆架子 你再怎么成就也没用啊 你只是偏偏这里的人啊 像江湖郎中啊 现在没有啦 以前很多 到村子前前后后敲了 晚上几点开始了 然后呢 黄昏啊 开始摆起来 十八般五一 两边排 就开始了 表演得好啊 大家丢几个钱 有钱的丢啊 没钱的只会鼓掌啊 哪个村庄比较有钱啊 那种郎中 最喜欢到那里去 因为村庄有钱 钱才会多丢一点 村庄没钱 谁丢给你啊 你看小偷来的时候 谁跑最快 那几个跑最快 他不是真有本事 他图有形式 表演可以 真的功夫用不上 我们要的是真功夫 所以我们叫行者 实践者 力行者 所以你要来到这里 那心里要有个准备 你想踏进来精进 心里要有个准备 什么准备呢 你的心性 要被调整 这个是好听一点 好听一点就调整 你的心性 师父这个地方 每个指头会带很多针 这样抓着 抓着你的心 知道吗 你不要在那边叽叽叫 我没有叫你来被虐待的 但是你做好心里准备啊 你就会调 要不然真的掐着你啊 因为那些都是你不愿动的 为什么 你的面具 现在不叫面具 叫面膜 这个就麻烦了 太脆了 太薄了 以前是 有没有 哭铁面 铁面啊 笑铁面 铁面啊 所以你怎么垂它 怎么掐它都不怕 现在你是用面膜 所以稍微轻轻回归 你就受不了了 回归知道吗 摸过去而已啊 不是掐进去啊 因为你的心性啊 保护得太过分 自尊心太强 自尊心越强 就表示你伪装得越厉害 越虚伪 所以啊 有话对面说 执语无背面 有没有 憨伤告识德啊 告诉识德的时候 执语无背面 直接讲 为什么有背面啊 因为你是戴着面具 所以有背面啊 后面还有东西啊 所以修行这一关 看不破 你没有办法到近视 你要很多 可是 但是 还有 不过 那面具重重跌跌 所以你就受不了 这个部分呢 大家先弄好 然后上来 我们给你的道路 绝对一抄植入 直接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的 那你要是这些基础的没弄好 我们那一套工程 你根本划不上去 这个叫做 滑眼的门槛 人家是门槛 火丁啊 人家是一个 我们门槛有三阶 有三阶 但是你拒组这些条件以后 上面就快了 没有人拦得住你 什么楼叉叶叉 磨网 金角银角 是吗 听说嘛 孙悟空遇到的 蜘蛛精 狐狸精啊 统统拦不住你 你会一下子就过去了 因为那些东西 锁不能动 但是你没有 你看 一个催眠术 就多少人被迷掉了 我们为什么要一再跟各位讲这些 因为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 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 像这个事件发生 那催眠术推销的这个 我跟你讲 你最好是不要碰上去 因为我不想讲 一讲就好像我们没度量要说人家 其实他要碰换吃就靠我们这一群傻瓜蛋 于道于法信心不够 才要去给他用催眠术来治疗 为什么我们不谈这些事呢 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这些人会心性动摇 可见他对圣法的讯息不够 从我跟道场的立场来看 你们平常好像很恭敬 好像 好像啊 很听话 事实上不是 当那磨直接到你身边来的时候 你就被动了 被动了 你能不动吗 为什么被动呢 你基础不够嘛 你一进来就听到 哦 这个法很殊胜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你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所以告诉你说 你听了一个理论 你一定要整理 一定要整理 一千个字 两千个字 无所谓 你要表达得很清楚 因为你在整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啊 弄清楚 那个理论那么好 那当你把它整理好 一再地去告诉人家的时候 那就那个理论 你不要含无融统 海阔天空乱讲 就那个理论 一讲再讲 它就会变成你的生命因素 那才会具体 看起来好像都懂 事实上根本都不懂 光是讲 舒服禅 处功德 到自信一处 我们讲过多少遍 那禅修们 干部们 你有听进去吗 你听到哪里去呢 怎么一个催眠树就把你迷走了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个问题啊 道心不够坚固 所以后面的理论讲的再多都没有 所以你这基础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人 哪一个出场的时候 出场知道吗 昂正雄想清楚 那比武擂台上来 刚开始 啊 净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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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不可一试 啊 都不可一试 啊 两下 咚咚 咚 咚 每一个角色出来啊 都不可一试啊 一过招 咚咚 咚 跟腿 那叫什么 我直嘛 我慢嘛 你真有功夫吗 你看高手两下直 你就摆平啊 为什么 没有看到自己 每个人在自我练习的时候 就是在自我催眠 都以为了不起 你法门根本就修错 在自我练习的时候 是战战兢兢 为什么跟各位讲提依情 就在这里啊 我这样做对吗 我这样做对吗 我就跟各位讲 第一步经送的时候 对吗 你就开始带这个依情下去 第一个佛号其实 对吗 第一个咒语其实 对吗 你就从那个地方开始 很严谨的看自己 不要老是在那边算 这一圈108个 我那一百零八圈 今天的功夫完毕 之后叫做交经 交经啦 欠释迦摩尼佛的 然后我交给你啦 释迦摩尼佛的 你看到啦 这个白的念到变黑了 那个没有用 每一个佛号 每一个咒语 每一个经书 每一拜 每一字箱做起来 我这样做 我的功夫得利嘛 这个才叫修行 修行不在于佛号 不在于拜 不在于做 不在于经 不在 在哪里 那是每一届 在你那个 我这样的功夫对吗 我这样的功夫算吗 这算这个啦 不是怀疑 你要去求证 很厉害 你很厉害 给我照相 照了相干嘛 你还厉害 要照相还不简单 那你去当摄影师就好了 不是 你的功夫有吗 我这么一做 或者我这么一提 我提到什么 佛陀讲的那个 有吗 那个是什么 你觉受到吗 你正到吗 悟到吗 你经常又这样子 就是鞭策自己啊 人家给你就这样做 你就坐在那边关试念处 然后师父我试念处已经都关空了 哦 你成就了 这样 人家我师父说我成就了 但人家说你根本就没成就 你就要把他吃掉了 要把他推下去了 就一定要说你成就 就不能说你没成就 是吗 那你要修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跟各位讲的 基础点 那个必要的要件 师兄弟们 师兄弟们 同修们 相互勉励也要谈这个 不要光是喝彩他的成就 哦 你不错哦 满面春风 金弓闪闪闪 虽去穿着 买衣没拌着 没效啦 那个没用啦 功夫不在那里 当人家赞美我们 我们就要想 真的吗 真的吗 是向自己负责 向因果负责 但是人家很肯定很慎重的告诉你 真的是很有成就 那言罗王找我的话 我就拖你下去 对不对 既然那么肯定的说你有成就 那言罗王怎么还会再找你呢 对吧 你看金弊峰 那么大的成就 言罗王还是看到了 给我带回来 那两只小鬼去啊 就找不到 找不到怎么办 找土地公啊 他在哪里 土地公我也不知道 他功夫那么大 我是个小小土地公 我哪有什么办法 那小鬼地上一踩 土地 他来了来了 干嘛 金弊峰哪里去啊 我们那里 生死簿上还有他的名字 他阳寿静了 该来报到了 我不知道 他功夫大 到哪里去找他 每次出门 一两个月才回来 那要怎么找到他 他说我知道 那个紫金波 紫水晶的波啊 他很喜欢 皇帝送的 敲一下 他又出钉了 抓到了 你这个假修行 你看那么维系啊 你还贪着这个 人家一敲你的水晶波 就跟你那维系的贪心相应 你就出钉了 出钉就被抓住了 很惭愧 你很惭愧啊 那我要跟你走之前 借我摸一下好不好 那你的啊 摸十下也可以 你抱着他走也好 他就拿起来 往那个 柱子是木头啊 人家厉害就在那里啊 他拿那个紫水晶去撞木头啊 撞不破 他的道场下面啊 是金砖 很厚的砖没错 那金砖啊 不像我们现在磁砖 烧到变水晶 你知道吗 就算他掉下来 打到现在的这种水晶砖啊 水晶砖会破 那紫水晶也未必会破 因为很厚 他就 那个柱子下面有一块石头 那叫基础有没有 他往那地方一甩 砍破了 哇 土地公公那两只小鬼 一看啊 吓住了 你怎么搞的 找不到了 天空中这样讲 你看 要拿我金碧封 除非铁链所虚空 所得虚空柱 再拿老生金碧封 你有本事吗 你有本事吗 要拿老生金碧封 除非铁链所虚空 铁链所得虚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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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穿啊 你別在那邊唱手 那看到小鬼來 你就兩腳滑軟 四肢攤在那裡了 功夫啊 一定要自己培養 不然不行 我們彈花園 一彈境界 那麼高那麼美 從哪裡來 從基礎上來 不是說大家來看看師父 師父通通跟你保證 看音樂會可以啊 這頂完花園的 沒買票通通給他過去 這個沒問題 我們自己辦的時候你來 頂多倒霉一點 被你逮住了 師父給你出錢 讓你入院這樣而已 但是呢 沿羅網這一關沒辦法 沒辦法 師父要跟你保證 是指你照著這個方法修行 而這個方法修行不是後半段 我告訴你是前半段 前半段你做好 我跟你保證 沿羅網拿你沒辦法 你前半段都沒有 我告訴你沒辦法 前半段沒有後半段不算 第一步錯了 第二步 以後接錯 你再什麼成就也錯 第一步不能錯 所以我們一再要求各位就在這裡 你不要老是覺得說 這麼煩老是講這個 這是沒辦法的 沒辦法 尤其現在的腦筋用的太厲害了 雜訊太多 各名山各道場 一拿出來你看名片那麼多 那什麼法門他不懂 有用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部分弄清楚 弄清楚 民山我在精進前拜訪過了 大德我在精進前也弄過了 這些法門也都經歷了 沒用了 自從我開始發願要精進以後 我就跟這些謝絕來往 從不來往 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那些雜訊太多了 喀魯仁波切來台灣的時候 是我們 我都參與 辦理接引他來的 裡面的什麼狀況 哪個不懂啊 當時那個小王爺跟那個誰啊 喀魯仁波切 不是那個 什麼人波切 他爸爸 小王爺他爸爸 在邀請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都盲成一團 但是呢 告訴你沒用 沒用 佛法不是那一塊而已 佛法是全面性的 很完整的那一整套的 你們 不要一直以為你懂得一點就 慶秋 這個 這個 鬍子會翹 這不是人丹 不要亂翹 從這裡 心性一定要調好 要不然這種經文兩下子就講完了 但是那沒意義 把這些基礎一定要弄好 我們師兄弟 同修們也一定要經常在這裡 警告自己 勉勵自己 基礎的工夫有沒有 只要基礎工夫很紮實 從你那邊走出來 跟從師父這邊過來 你在哪個地方接起來 這兩點 接起來 然後有一條你的路要走 他就直接到 入法界正法山了 你知道嗎 你去注意看看 佛講成佛 從沒告訴你成什麼佛 如何成佛 而在這裡告訴你的 是入法界正法山 你留意到 這裡面講的就是成佛的那個東西 已經交代很清楚了 當你的心裡滿滿的 像水杯的水滿滿的 什麼甘露都灌不進去 沒用 因為倒進去通通流掉了嘛 對不對 你必須是個空杯子 這是我們第一堂課 的時候就講了 所以希望各位 真的是學佛重新來過 不要帶著社會的雜訊 進來裡面 那對你只有傷害 只有傷害 好我們 接著來看經文 那這裡提到 變才善巧 轉不退輪 這個前面也跟各位講過 我們一般人以為變才啊 就是滔滔不絕的講 好像是這樣 那不叫變才 變才是能夠對姬 對姬 就是你能夠氣離以外啊 還要能夠氣姬 氣姬是因為 眾生的不同 而講不同的法 層次高的 層次低的 還有各種不同屬性的 那你要如何來跟他開導 這種開導 因眾生積之不同 而有不同的開導 這個叫善巧 我們的善巧方便啊 變成說 我打個方便妄語 這個叫善巧 不是 不是指那個善巧 是因為眾生根氣的不同 而你有不同的方法 能夠開啟他 生命 與人生中的覺醒 這個啊 才叫做善巧 這定義不一樣啊 你用種種的屁育 那當然是一種方便啊 但不能叫善巧 善巧是相應於眾生根氣之不同 而來的 那變才呢 是指你對於各種不同的眾生 都能開導 使他 在有限的生命中 能夠覺醒 去感受 真理的存在 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這個 才叫做變才善巧 好 我們通常看文字自我解釋都很快 這個 讀過書的人都會 讀過書的人都會 你拿起來簡單念一念解釋一下 絕不會錯 從文字上來解絕不會錯 那沒有意義 那沒有意義 轉不退輪 當然是轉大法輪啊 這轉不退輪的意思就是 我運用這個善巧的變才啊 令眾生 發起覺醒 而後不退轉 不退轉 就轉大法輪嘛 這個大法輪是什麼呢 人生覺醒的大道 你假如是成為一種知識就沒用 很多人來 談一談 師父你講的我能接受 這樣沒錯 這個法好 再見 回到家就退光了 你再問他剛才師父跟你講什麼 講得不錯 講什麼 不錯 很好 你看我贊同 裡面空空的 這個時候叫轉退法輪 他退心 在當場 你有辦法說服他 只是知識性的說服他 你沒有啟發他的生命的覺醒 沒有辦法啟發 有些啊就帶著踢管的態度來 他就是要來踢管的 那你說服他也沒用啊 這個不叫做善才變巧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很多 這些大德門啊 跟這些學問家 變來變去啊 沒用 沒用 表面上他是浮了 事實上他一點 一點菩提心都沒發起啊 那麼這樣子的學佛法 你就會發現 你轉的是知識輪 知識輪 你轉的不是生命輪 換句話說 你轉的是知識輪不是生命輪的時候不叫轉法輪 轉法輪是要轉生命輪 但是 當今 跟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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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高級人士啊 尤其那些大官啊 根本轉都沒用 我們要的是 善根是從生命上看的 生命輪看的 你到底你的生命啟動了沒 不是說你知識上你接受不接受 同樣都是知識分子啊 講的當然都是合理的啊 但不是合理的啊 因為你還帶有其他目的來的時候 這個合理就沒意義 所以我們能不能跳開一切從生命上去講 震撼他 對不對 所以真的選舉到了這些人物來的 我們通常不跟他講佛法 你知道要講什麼嗎 聽佛爹的那支尖你知道嗎 縫布袋那個針你知道嗎 你要把那個拿好 他來的話 你脊椎就把它吐好拔 那你學佛 你如果沒有動損的時候要吐好 先說 他就嚇一跳 你沒找我動損你還叫我沒有動損要吐好 你一個就吹下去 我跟你講不一樣啦 他不要把你蓋你一宿洋你看看 我在大法院寺拜 看你看就說助你當選嗎 你還跟我說如果沒有動損要吐好 因為這些人不能講實話 那你不能講實話 你所轉的就是知識輪 應酬輪 他的應酬 你沒有辦法講真理啊 沒有辦法講真實的 你要不怕死 不怕他跟你抄家媚酒族 你就試試看好了 你只是假設要沒當選要怎麼辦 萬一他當選了 你最好是閉關 畢生死關 不然他絕對沒給你好看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時代啊 在真真假假之間啊 你很難聽到真正確的真正的佛法 很難啊 誰要跟你講真的 因為你要的是應酬輪跟知識輪嘛 你不是要生命輪啊 所以真理你不能轉 而這些大菩薩們啊 他們本來就是在那法身的領域裡 他們直轉生命輪 直轉生命輪 所以呢 他能夠運用種種 變采善巧 轉不對輪 我是簡單的跟你講啊 應酬輪 知識輪 跟生命輪 轉不對輪 是指生命輪 其實 還有很多啦 生命輪以外的 無量無邊的輪啊 都不對 只有生命輪對 這裡寫很多 什麼國論啊 建論啊 有沒有 時事新聞啊 各種謬論啊 都不是生命輪 只有轉生命輪 才是真正的佛的正法輪 你從這個地方慢慢看 慢慢看 那不對輪是什麼 當然你也會講啊 轉無上大法輪 對不對 沒錯啊 你講的等於沒講啊 把那個給你講出來 這個是 從這基本立場上啊 我們要看的 這些詞彙 這些術語 你看這麼一句 變才是個術語 你要定義的很清楚 不容易 善喬也是個術語 尤其是華眼的術語 你要怎麼定位 定義啊 定的清楚 轉 是個術語 不退輪 不退輪 是個術語 有不退輪 就有退輪 對不對 退輪是什麼 老虛說不定 落下去叫退輪 剛才講的 知識輪 應酬輪 等等 無量無邊的 都是退輪 不退輪只有一個 就正法輪嘛 正法只有一個啊 生命輪 知道嗎 這個要弄清楚 一切如來 功德大海 鹹入其身 這個是我們 很難體會的 很難體會的部分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把這個部分 跟各位談一下 如來功德大海是什麼 這是個問題啊 你不知道它怎麼有辦法 鹹入其身呢 你 來學法言最大的福報啊 就是有很多這種福報 這叫智慧福德 來了有因緣 智慧福德因緣啊 樣樣具足 好 如來是自性 這個自性呢 是 進法界 虛空界 同一性 的通性 這個自性啊 不是個別性 不是個別性啊 好 那麼 如來 既然是 近虛空 騙法界的 這種自性 用現在的術語來講啊 叫做本體 近法界 虛空界 同一本體 這個本體 這個本體 叫如來 知道嗎 那麼 法界的本體 簡單講就是這樣 法界本體啊 法界的功德大海 那不是都窮盡了嗎 對不對 所以他講一切如來嘛 他不 這個一切不是形容如來 一切是形容功德大海 因為本體只有一個啊 那就是 法界本體的一切功德大海啊 那現在問題就是 所以功德大海是什麼 那都功德大海 丟一百塊給功德鄉野 功德無量 對不對 功德是什麼 人家問題就是這個啊 功德是什麼 功德的功德啊 所以我們都沒功德嘛 因為你功德是什麼的 那個你得不到 你碰不到啊 功德是什麼 這個地方的功德啊 從法界本體來講啊 就是本體的能量 用我們的生命來講就是我們的生命能量 你知道嗎 生命能量是什麼 這地方要再跟你講啦 生命能量啊 當然跟我們講的電池裡頭的能量夠不夠 電力還有多少 電力還有多少 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用這個詞 要用這個詞 你的體力夠不夠 體力也就是你身體裡面的能量夠不夠 這個比較像 你到底有沒有生命能量 有沒有體力怎麼看的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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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你的體力有沒有 沒有 那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一直鍍鍋 體力不足 對不對 這個你看得出來 他說體力不足還是生命能量不足呢 你看不出來啊 等一下下課 這就是生命能量不足 他體力有 體力有 才會搓搓搓搓搓搓搓 但是在天津的這個時候 能量沒有 你留意看看 生命能量啊 跟體力是有不同的 剛剛各位講說 一個人啊 當他的生命能量的絕對值啊 大於體力能量的絕對值啊 那個人死不了 當這個人啊 體力能量的絕對值啊 大於生命能量絕對值的時候 非死不可 應該是這樣講 體力的負的 負數 體力負了 那個絕對值啊 大於生命能量正的 這個絕對值的時候 他非死不可 當生命能量正的絕對值啊 大於體力負的絕對值啊 大於體力負的絕對值啊 死不了 那我們跟你講說 把 色身留在這個世間 把 你的業力放到法界去 也就是你生命能量是無限大的時候 知道嗎 這關鍵就在這裡啊 因為 有一切如來公的大海 鹹入其深啊 它是無限大 這就是生命能量啊 那生命能量你在運用的時候 你不可能用到北的地方去 很奇怪 因為生命能量是在法界裡的 你現在在這個世間啊 為什麼一切皆虛範啊 因為你是靠體力而活 生命能量永遠是零 永遠是零 所以當你病一到 醫生說剩下三個月 你再走一個 剩下三十天 本來三個月那也變三十天 你就嚇死了 因為你只有體力啊 體力嚇一下 然後又消失三分之一 三個月變三十天 然後三十天一個化療 又毒死你 本來三十天 現在剩下三天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體力 你體力要調整好 不被它嚇死 也只有那些體力而已啊 所以體力經不起痛 經不起苦 苦跟痛啊 煩惱三個 是你大量消費體力的時候 不怕忙啊 忙也會消費體力啊 可是你睡一下它又回來了 可是你要知道啊 煩惱 痛苦 是 存消耗體力 你要再恢復都很難 你知道嗎 要消耗 消耗以後要恢復都很難 所以當它經過煩惱以後 你看人一煩起來 那頭髮白得比誰都快 男生一煩起來 那鬍子長得比什麼都快 那一夜之間鬍子通通長出來 當然沒有這麼長啦 都冒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體力 消耗很大 生命能量跟體力很像 但是它用法不同 生命能量我一再跟各位講 修行就用生命能量 兩個地方 一個用在眾生身上 一個用在三寶身上 所以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你行圓融道 發願行菩薩道 一定要利益眾生 要不然就住持道場 道場也是有違法 但是它三寶的事啊 你要用心好好去經營它 福德因緣非常不可思議 要不然你沒有 你只有發願為眾生服務 生命能量可以增長 發願修法 修法 為三寶 生命能量會一直上升 但這裡有一個前提 搞錯方向不算 你不是修正法 修協法的不算 協法只會消費體力 消耗體力 當然 協法會增長體力的時候 但不是增長生命能量 你要留意到 生命能量只用在正法上面 這是這樣跟你定義的 是跟社會科學那邊 所講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他們講的生命能量啊 講的是體力 跟我們定義的不一樣 你用到邪道上沒有用 它可以增加你的體力 不能增加你的生命能量 所以我跟各位講 關西蒙古知道嗎 有沒有去蒙古 都點頭就表示有啦 搖頭表示沒有啦 民雄柳相士 有沒有 關西蒙古啊 我大學的時候去啊 有去給他摸過來 可是我不認識他 回來才聽說他很有名 所以我對他沒印象 民雄柳相士 我有印象 我們都大學時代的一群瘋子 在台北就想好 我們三個人 就問他三個問題 一個啊弄一個數學題 非常難的要給他解 一個弄一個英文相對論的 要給他翻 他很厲害嘛 我弄了一個 經濟學非常難的題目 我不會寫的就要拿去給他寫 我們三個人就下去了 約約約約好到了 再看你多厲害 我們才坐下來 你們三個問題拿出來 我們全部翻倒 我們都還沒講話 那你們有三個問題拿來 他是個瞎子啊 我們拿三個問題給他幹嘛 我們好了好了最近最近回家了 我們都還沒講 他竟然知道我們準備了三個問題 那你還跟他講什麼嗎 厲害吧 他們啊都有一種共同的特色 眼睛出問題 眼睛怎麼出問題啊 他們都積得陰德 他們都有共同的善事 這路見野思啊 他把那屍骨埋了 他把那屍骨埋了 這是一個陰德啊 那個被埋的鬼魂啊 要感恩啊 報答 就附在他身上 讓他在家裡發 讓他在家裡發 有的呢 是要到宮裡發 有些宮殿神壇有沒有 很興盛的啊 他也有這種姻緣 那個很靈 但是他有一定的時間 有一定的時間 因為姻緣到了 他世間行善夠了 那鬼魂要超生啊 但是因為你要做這種事業 他要幫助你 所以你眼睛會瞎 所以另外一個也一樣 他也會有那種能力 不過你要知道這都是單一的 不能夠企業化經營 企業化經營 會出社會事件 我們不接觸就是這個原因 你們土豹子還在那邊好玩 好玩無所謂啦 因為你有福豹啊 受點傷還可以 但是沒福豹的人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 另外一個第三個也是一樣 你一看相就知道 你還不懂得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哪一個名字叫飄 我說啊完了 後來我才聽說 年輕人講飄就是講鬼 阿飄是吧 就是在天上飄來飄去的 他名字就是這個 那麼多字不挑 為什麼挑這個字 這個就是問題啊 我們直覺就可以看得到 你看不到 人家打電話給你 要你去 你不要在那邊湊熱鬧 關鍵呢是在這裡 這些特異功能都不是正法 但是呢 它有體力 它有福報 不爭 正法只有一個 會增加你的生命能量 我再講 我在講你不要對號入座 你有這種能力可以導正 可以導正 可以講 怎麼樣幫你敲好正 還是回到正法裡面來 夜叉 羅叉 有沒有 有沒有 都變成要差神將 有沒有 聽我們佛話以後都能轉 為什麼你不能轉 既然來了我相信你都可以轉 只是那不願來的他就不能轉 他就成為 摩羅 他射受一些摩子摩孫 關鍵在這裡 這個跟各位講 就是生命能量的問題 法界有一股相當大的能量 法界能量 法界能量啊 會來到你的身體 發揮生命能量的作用 一切如來公德大海啊 因為真理跟人有關 所以我們叫生命能量 假如你不叫生命能量 那就是法界的能量 換句話說整個法界能量能夠來到你 這樣的大菩薩身上 那我們不用那麼大 裝不下 你電瓶那麼小 一點點給你用 你就用不完了 反正你所遇到的困難措折 也不過是那麼一點點而已 你這輩子要用多少 夠你用啊 所以你真發心要跟各位講說 發怨一定要發大怨 你不要發那個小小小不頂的怨 那三天就圓滿了 以後要怎麼辦呢 對不對 發怨發大怨嘛 就這輩子做不完的 那你才有辦法進行瘦去做嘛 那這輩子一定做得完的 萬一呢 萬一呢 萬一寿命再長一點 那你怎麼辦 我活到八十就好 那八十不死活到一百 那你要當痴呆喔 對不對 所以你發怨也要發無限大 不要緊 做不完不要緊 那你的法界能量啊 會在你身體上面啊 生命中啊 無限的湧現 那統統用在饒慾眾生 饒慾眾生 為三寶福 為三寶福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我們一再跟各位講 你要知道 就是指這個 這個法不難 不難 這是這一句 懸入其身嘛 入到你的身體來 其實身體不是你的色身喔 這個身不是你的色身喔 入到你的本體來 因為你那個願以立以後啊 你的本體定位 我們講定位是本體定位 不是色身定位 不是此身定位 向上看起來是此身定位 我這一輩子做什麼 其實是在你的法界本體中 那生命因素這個本體上面定位啦 那法界的能量就來到你這邊啦 你會從這裡開始一直成長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不用擔心 今天 中午你們拜大杯禪 我叫龍正 來跟大家講講話 一下子他嚇一跳 他說師父我要你去 你叫我去 我就要頂看看 看法界兩秒有給你接上去嗎 還沒想到那樣 聽說接得還不錯 可見呢 慢慢的慢慢的它會接上來 因為你必須要這樣去訓練 講幾句沒什麼 但是你知道 不等會嚇一跳就要拍檔子了 對不對 它勇敢的接起來 它就會通電啊 能量就會通過去啊 剛開始當然有一點點 以後你就會知道 一個大將之才是這樣訓練的啦 這就是關鍵啦 所以師父訓練人家 你要知道 有夠慘呢就對了 慘知道嗎 那樹心旁參加的慘呢 嗯 你不要老是覺得是煙 不是那個慘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去承擔 法界能量無限你不要 你就一直在那邊設身體力 用大腦分別 那你當面錯過 當面錯過 所以這個地方啊 我們提供給各位啊 做一個真正 你所要了解的 到這個地方啊 應該就算結論啦 法界能量啊 通通入了這樣的菩薩身上 那其他的 其他就真的是不可說不可說啦 所以這二十個菩薩的殊聖啊 你到這個地方你要了解啊 你要了解 二十個菩薩 法界能量全部進入 那是不是每個人得二十分之一啊 你弄錯了 每個人都百分之百 要你發願啊 不是要那橫河沙微層數之一啊 還是百分之百 法界能量是無限的 只要你能夠成就法身啊 法界能量百分之百都給你 都可用 這就是佛法所講 生命可貴跟不可思議的地方 不可思議的地方 我也希望各位啊 真的從這裡來獲得 你應該要擁有的殊勝利益 既然入了法界的寶山啊 那你就不要 再空手的回到薩普世界來 我們在法界裡 好好的品嘗 生命的這一個偉大的項眼 阿彌陀佛 好好的 阿彌陀佛 好好的 感谢观看